我告诉你们哦 全香港人都知道我西贡大杂 以后没事啊 最好不要到西贡来闲逛 我们西贡的兄弟们 不欢迎你们红星的小大蛋 这个二话不说 就将西贡老大一顿胖揍的男人名叫陈浩南 年纪轻轻就已经在红星混得风生水起 他为人击中义气 和山鸡 潮皮等人士从小玩到大的死党 如今一起在红星社里做事 而兄弟几人一起闯荡江湖的故事 还要从他们年少时的一场意外说起 当时他们正在球场上踢球 但却意外砸到了人 被砸的是个名叫亮坤的蛊惑仔 见他们几个没有老大撑腰 便让他们明天每人带个红包过来 陈浩南不服气 这个球场归毕哥管 他们没理由给他红包 亮坤健壮便直接让手下将几人打了一顿 毕哥听见动静赶来 让亮坤给他个面子 放了这几个孩子 如果你想当乖孩子就回家你出去 滴哥 我想跟你 年少的陈浩南第一次见识到了权势的力量 而这也就是他多年后成为蛊惑仔 那个年代的香港无疑是培养蛊惑仔的温创 如今的陈浩南已经有了保护自己的力量 而他的几个兄弟也在时代的裹挟下 成为了和他一样的蛊惑仔 今晚陈浩南带着几个兄弟 潜入了八臂的场子 八臂这个人不但好色还十分残暴 调戏暗角的技师不长 就直接让手下把为技师说话的老头做掉 陈浩南几人伪装成喜悦的客人分头潜入 山姬则抱着家伙坐电梯上去 不料却碰上了电梯失灵 年轻人你要去砍人 放下屠刀立地信耶稣 原来牧师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名叫重跑 山姬懒得理他 有惊无险地出了电梯 就朝约定的地点赶去 而此时陈浩南他们已经开始了行动 包皮在外面制造混乱 引起八臂的注意 等八臂把手下派出去 一旁的陈浩南就用吹风机电线 勒住了八臂的脖子 可八臂一身蛮力 硬是挣脱逃了出来 陈浩南追出去 和他在街道上扭打了起来 山姬赶来看见这一幕 直接抽出把刀冲了过去 八臂刚挣脱束缚 就被赶来的山姬扎了一刀 几个兄弟一拥而上 按住了受伤的八臂 眼看人已经不行了 几人便匆忙离开了现场 而八臂刚好是亮坤的败把兄弟 还欠了他两千多万 亮坤知道是陈浩南 山姬等人杀了八臂 便直接带着小弟赶了过去 此时的陈浩南等人 正在一家歌厅里庆功 兄弟几人玩得很是高兴 如今陈浩南是毕哥手下的得力干将 毕哥对陈浩南也很是照顾 这么多小弟中 阿南 我就看好你 两人正说着话 亮坤却突然冲了进来 还别有用心地 当着毕哥的面挖起了墙角 毕哥劝他不要太嚣张 可亮坤根本没在怕了 陈浩南忍无可忍出手 打断了亮坤 亮坤的手下冲了进来 一时间气氛十分紧张 可双方都有顾忌 这一架没能打得起来 而另一边陈浩南的车 却被人偷了 他们做蛊惑仔的 当然不会报警 他们要用蛊惑仔的方式 把车找回来 于是陈浩南带人 去找了西贡的大傻 可大傻却仗着自己 在西贡有点势力 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两伙人就这样打了起来 陈浩南出手很力 几个兄弟也都不是好惹的 刚当还嚣张不已的大傻 不一会儿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陈浩南出了口恶气 心情很是不错 他们打听出来 那辆车被一个名叫 细细力女孩子偷了 于是便先让山姬出手 探探她的底细 到了晚上 陈浩南来到一家夜店 刚好碰上了 那个偷他车的女孩子 此时她正给山姬打着电话 要三千万来换车 陈浩南还没来得及说话 大傻就带人进来 四处找细细力讨债 陈浩南帮她逃过了一劫 她便让她帮人帮到底 带着她一起去见了山姬 你就是陈陈陈浩南哪 好说小太妹 细细力结结巴巴地跟人谈判 还说陈浩南是她的大哥 到了验车的时候 陈浩南这才亮明了身份 他们开车将细细力 拉到了一处荒山上 一口气逼她吃了好几笼包子 还把她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细细力吃了亏 转头就告诉了 自己的老大飞红 毕哥带着陈浩南来赴宴 一来二去就将事情说明白了 毕哥觉得陈浩南这是做的没毛病 飞红忌惮毕哥的势力 只能咽下这口气 双方老大就这样和解了 细细力不甘心 飞红还气得给了她一巴掌 这天亮坤突然约了陈浩南见面 开口便让她以后跟着自己混 陈浩南懒得听她废话 起身就要走 亮坤拿出二十万留她 陈浩南也没心动 可此时细细力却刚好来到了亮坤的公司 视镜女主角 看亮坤对她动手动脚 陈浩南便上前将人护了下来 还谎称是她男朋友 细细力见她这样 忍不住动了心 另一边山姬和几个兄弟 来找之前在电梯里认识的牧师重泡完 正说着话 一个兄弟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原来山姬之前泡妞 泡到了地头蛇薇爷的女儿 薇爷带着女儿气势汹汹地找上了门 可让山姬没想到的是 薇爷并不反对他俩谈恋爱 你们红星小子做我女婿也算我有面子 我会跟蒋先生说一声 真的 薇爷的认可让山姬喜出望外 和女友的婚事也几乎成了板上钉钉 陈浩南带着细细力和几个兄弟见了面 大家也都不计前嫌接受了她 这天毕哥带着陈浩南 山姬 一起去见了红星老大蒋先生 蒋先生这些年不怎么过问江湖上的事 却对陈浩南 山姬有所耳闻 他这次喊他们两个过来 是要他们去一趟澳门 摆平一个名叫丧彪的人 此人今年年初突然出现 张口就要抽红星肠子里30%的佣金 阿南如果这次成功的话 我会提拔你 于是陈浩南便带着几个兄弟一起去了澳门 年轻气盛的几人一起出远门 少不了找些乐子 陈浩南看着他们跟度假一样 心里总觉得不安 你现在我还是来办事的 就是啊 来我还是来办事啊 别看山姬现在装的一本正经 到了澳门他第一个带头去玩 任务前一天晚上 在赌场里赌的叫都叫不出来 好不容易赌完响起给陈浩南打电话 却被一个美女勾住了脚步 山姬女友找不到她 一出门却被几个人塞进了一辆车里 而此时的山姬 正和几个美女在酒店里醉生梦死 完全将女友抛在了脑后 就连第二天一早的行动都没能赶上 到了约定的时间 陈浩南几人便先出发了 他还嘱咐街头的阿强 让山姬去烂鬼楼找他们 可还没开出多远 一行人就在路上受到了前后夹击 车上下来近百号人 气势汹汹又个个拿着家伙 陈浩南一行人边打边退 应对得很是吃力 为了掩护陈浩南几人撤退 潮皮被他们活生生地砍死 跑在一旁的警察赶来为他们拖延了点时间 三人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陈浩南和包皮他们跑散后 落到了亮坤的手里 原来这一切都是亮坤的安排 就连负责街头的阿强也是他的人 亮坤让人绑来山姬女友 又趁陈浩南受伤 给他下了药 还嘱咐阿强拍下了两人的视频 勾引二嫂是我们大吉 陈浩南醒后 山姬女友不依不饶地赖上了她 而此时醒来的山姬 在小麦不满烟时 从电视中得知了潮皮的死讯 第一时间便赶去和几人会合 包皮忍不住对着山姬破口大骂 而还没等山姬为自己辩解 女友就将他和陈浩南的事说了出来 山姬十分愤怒 根本不听陈浩南解释 就离开了这里 而兄弟之间也因为此事有了隔阂 不得不说亮坤这一记十分恶毒 不但使陈浩南兄弟离心 还重创了毕哥的势头 陈浩南在澳门没能办成事 只能躲在家里养伤 山姬消失得很是彻底 就连毕哥也联系不上 而此时 山姬正准备跑路到台湾 陈浩南托兄弟将一块手表送给山姬赔罪 就算山姬不肯原谅陈浩南 陈浩南也当他是兄弟 陈浩南受伤的这段日子里 细细力一直悉心照顾着他 两人的关系也快速升温 陈浩南痊愈后 回到了红星做事 这天红星召集众人开会 亮坤态度嚣张地走了进来 寒沙摄影地讽刺着陈浩南 上次行动失败的事已经传回了堂内 而蒋先生这次召集大家过来 也是为了这件事 如果交给我吧 红星也不会丢脸了 最后还不是我亲手败品丧标的 毕哥本想为陈浩南开脱几句 却被亮坤堵了回来 包皮听了这话 忍不住上前揭穿了亮坤的阴谋 却被人架着赶了出去 陈浩南行动失败的事 毕哥作为老大必须要给红星一个交代 于是场上开始有人要求毕哥给亮坤让位 亮坤这些年没少为红星做事 甚至为此还进去了几年 主事的位置三年一选 论功绩 亮坤的确有资格上位 蒋先生见大家神情激愤 便提议说让众人民主投票 澳门一事从头到尾都是亮坤的手底 他不仅算计了毕哥 还算计到了蒋先生的头上 而结果也正如亮坤所料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满足 他将陈浩南和山基女友的录像带拿出来 要蒋先生按规矩办事 此事虽是陷害 但陈浩南只能认灾 按规矩 加法处置 由老大毕哥亲自动手 此事之后 陈浩南被迫退出了红星 开了一间酒吧 不愿再参与江湖间的纷争 陈浩南走后帮派里几乎是亮坤一手全拿 毕哥来找过陈浩南 请他回去做事 可陈浩南始终没有松口 毕哥和亮坤话不投机 平时井水不犯河水 这天阿强突然拿着毕哥女儿的书包 威胁毕哥去见亮坤 亮坤早就将毕哥视为眼中钉 如今他一招得适 当然要除掉这个心头大患 毕哥没想到亮坤如此恶毒 不仅想要他的命 就连他的老婆孩子也不肯放过 如果你敢动我的家人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可是到如今这些话肯本吓不住亮坤 他狠狠揍了毕哥一顿 就让手下把他们一家四口全都活埋了 毕哥的死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陈浩南听闻毕哥死讯前来祭拜 却被人拦在了灵堂外 按规矩陈浩南不能进去 我真的把他当成我老爸干 希望两位叔叔给个面子让我进去 陈浩南一颗孝心众人也不忍再拦 他一路跪着一路挨打 终于如愿给毕哥上了箱 可就在此时亮坤却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灵堂 见亮坤在灵堂上出言不逊 陈浩南忍不住和他动起了手 却被众人拉开 而就在此时亮坤却被牧师重跑 一脚踢倒在地 长官你看到了他打人 亮坤无奈只能咽下这口气 狼狈离场 后来亮坤为了报复 派人烧了陈浩南的酒吧 心仇旧恨加起来 陈浩南实在忍无可忍 他找到毕哥以前的手下借人 可大家都有心无力 陈浩南正准备另寻他法 山姬却突然带着一众兄弟 出现在了陈浩南面前 这些日子山姬在台湾混得很是风光 山姬 不用说 山姬回来后 兄弟几人一起去墓地看望毕哥 山姬和陈浩南兵事前线 彻底消除了隔阂 兄弟团结一心 是要为毕哥报仇 让亮坤血债血偿 为此山姬还拿出了一大笔钱招兵买马 这段日子亮坤在香港横行罢市 就连警察也不放在眼里 开法单是不是 你喜欢一分钟一张也行 两分钟一张也行 你把他给我通通超完了啊 就连亮坤的母亲 也仗着他的权势肆意妄为 今天是他的生日 亮坤留在赌场陪他 殊不知此时手下的场子里 却出了事 山姬和陈浩南派手下进去 砸了他的场子不说 还一把火给烧了 亮坤名下的公司 也被警方查出毒品 申请了拘捕令 而此时手下终于将消息 传到了赌场亮坤的耳朵里 亮坤气急败坏 走到一旁讲电话 可另一边亮坤的老妈 却在厕所里 被伪装成女人的包皮一顿毒打 亮坤带着手下对包皮围追堵截 包皮将人引入一条小巷 一早等候在这里的山姬 见亮坤的手下进来 就开枪将他们全都打死了 亮坤听见枪声刚有所警觉 就被人从上面浇了一身火油 看着拿着火把逼近的陈浩南 亮坤十分惊恐 而此时他唯一的退路 也被山姬带人堵上了 事已至此亮坤还在狡辩 要他们拿出证据来 但山姬早就花钱 买通了他的一个手下 要他回来指证亮坤 亮坤见没了活路 情急之下就挟持了一旁的包皮 一时间众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而刚刚在路边 被亮坤刁难的警察 接到民众报警 第一时间赶来了现场 在亮坤开枪前 一枪解决了他 至此作恶多端的亮坤 终于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陈浩南几人大仇得报 心中巨石终于落下 蒋先生也对他赞赏有加 接下来的香港 是属于陈浩南的时代 这部影片是由刘伟强指导 郑一剑 陈小春 黎姿 吴振宇等 主演的黑社会题材电影 该片改编自漫画 古惑仔 是古惑仔系列电影第一部 也是这一系列电影 很好的开端 电影情节翔略得当 有平徒直序 有矛盾冲突 反复推敲就会发现 这部影片的细腻之处 不管是街头斗殴 还是兄弟情深 又或者是亮坤杀了毕哥一家 都在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真实中掺杂着一些荒诞 片中情节将帮派暴力的一面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以八十年代香港聊无趣 为故事背景 唤起了香港人 对那段岁月的共同回忆 不要说我大飞小气 这个位子 谁做都行 就是那狗大堆不行 这个名叫大飞的男人 是红星里唯一 可以跟陈浩南平分秋色的人物 毕哥死后 铜锣湾老大的位置就空了出来 陈浩南首任亮坤 为毕哥报仇 本以为铜锣湾老大的位置 非他莫属 不料半路却杀出了大飞这个拦路 大飞为人仗义 手下兄弟都很服他 在红星里也很有威望 江湖三大忌 勾引二嫂 出卖兄弟 吃里扒外 这勾引二嫂这件事就不说了 但是你为了想当大哥 不择手段 连个一字都不讲 两人旗鼓相当 谁都不肯让步 蒋先生只好将铜锣湾的场子 一分为二 让他们两人各自打理 时间是一个月 哪一个做的比较出色 大逼的位置交给他 至此大飞和陈浩南 算是彻底成了死对的 当初解决完亮坤仪式 陈浩南可谓是春风得意 不仅有最铁的兄弟 和最爱他的女友 还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吧 开业这天宴请众人 办得风风光光 陈浩南虽嘴上谦虚 但心里却向往着老大的位子 宴会这天陈浩南女友小结巴 介绍了自己的好朋友KK 给大家认识 就连一员也慕名而来 宴会正酷实 包皮突然神色紧张地和陈浩南说 他收了一个小弟 可小弟一露面 几人瞬间变了脸色 他竟和死去的潮皮长得一模一样 包皮见他被欺负 就收了他做小弟 我叫他胶皮 可以让人摔一跤的 就这样众人很顺利地就接受了他 陈浩南开这家酒吧是山鸡出的钱 陈浩南说自己会慢慢还他 山鸡却卖关子说 是台湾有人召他 才能借钱给陈浩南 而这一切都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当初山鸡和陈浩南决裂 独自一人去台湾投奔表哥 但语言不通的山鸡 迟迟没能联系上他 好不容易打听出来消息 身上却只剩下了一个钢棒 可没想到那枚硬币却滚进了下水道 山鸡深受打击 最后为了活下去 只能忍痛卖掉了 陈浩南送他的那块劳力士手表 山鸡虽然心疼 但还是换了五万块钱 为了不让表哥瞧不起 山鸡还去买了一块假的袋上 为了给山鸡接风 表哥带着他去了一家歌厅 山鸡在这种环境里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他和一个小姐玩得开心 不小心弄坏了手表 扔掉手表后 山鸡又回到了卡座 可刚刚跟他一起玩的小姐却没了踪影 原来是隔壁捉张先生将他叫了过去 表哥为了给他出头 气冲冲地跑了过去 谁料见了张先生立马就怂了 还将山鸡也拦了下来 表哥连连赔罪才将山鸡带了回来 第二天表哥带山鸡去见了三联邦的老大 三联邦是台湾最大的黑帮 表哥的老大雷公就是三联邦的帮主 和想象中不同的是 雷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官员 雷公让贴身保镖高杰带他们去会客厅 忙完后才来见他们 表哥说山鸡在澳门捅了娄子 跑来投奔他 他无路可走了 所以想到台湾来投靠大哥您 而表哥的这套说辞 也成功地让雷公留下了山鸡 山鸡本以为自己加入了黑社会 就有机会捂刀弄枪 不料却整日十分悠闲 山鸡开了眼界 整天追着表哥问东问西 可有些事就连表哥也弄不明白 这天表哥和山鸡 陪雷公来墓地祭拜去世的夫人 俩人正说着话 一个身穿和服的年轻女人 抱着花走了过来 她是雷公的二房 名叫丁瑶 和雷公感情很好 这次来祭拜夫人也是她的主意 送走雷公后 山鸡主动上前和她搭讪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丁瑶带着山鸡来一家赌场赌牌 她心情不好 接连三把都没有赢 山鸡有心讨她欢心 就主动提出帮她赌牌 就这样山鸡居然真的赢了一局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拉近了不少 可表哥知道后 却劝她离丁瑶远一点 可山鸡却辩解说 丁瑶和雷公已经是过去事了 就在这时电视上放起了一回打架的新闻 两人正看着热闹 却发现老大雷公也被人打了 于是匆忙赶去一回 正好碰见了捂着头出来的雷公 雷公很是气愤 谁要能把他干掉 我给他做一个谈谈主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山鸡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 他打听出来一个名叫丁坤的男人 打败雷公竞选上了委员 于是他直接在丁坤的庆功宴上 开枪打死了他 随后跳窗而出 逃到了大街上 丁坤的手下穷追不舍 将他堵在了一处小巷里 山鸡只能抽刀赢了上去 他伸手了得 迅速解决了几人 可追兵又很快赶了过来 好在这时丁瑶开着摩托出现 及时接应了山鸡 他带山鸡来泡一口温泉 洗温泉对你的伤口会很有帮助 说完丁瑶也进了池子 他告诉山鸡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 自己有一半日本人的血统 两人聊得很是开心 第二天一早 山鸡就被丁瑶喊了起来 雷公听说了昨天的事 亲自来看山鸡 山鸡没急着邀功 反而说出了他一直藏在心里的疑问 你已经是三联邦的帮主了 为什么还要选什么立法委员 雷公则用一个比喻 回答了这个问题 尿急使用叶狐 不用了又嫌脏 黑社会在政界就是叶狐一样的存在 为了化被动为主动 他才亲自从政 雷公的话让山鸡受益匪浅 山鸡也因此很受雷公的赏识 不仅不介意他和丁瑶交往 还给他做了堂主 正好借他和蒋先生拉近关系 后来山鸡回来帮陈浩南 也是雷公出钱 给了他一帮兄弟 陈浩南本以为自己也可以像山鸡这样混出名堂 不料大飞却横插一脚 和他争起了铜锣湾老大的位子 两人对不公堂 是要在一个月内分个高下 可大飞前脚刚跟陈浩南宣战 后脚就被人摆了一刀 大飞偌大的长子里 只做了一桌客人 还吵吵嚷嚷地不肯买单 大飞气冲冲地过去和人理论 原来这桌客人等了两个小时 才等来两位小姐 还是洗厕所的临时拉来凑数 大飞一问才知道 长子里的那些美女 全被KK挖去了陈浩南的酒吧 大飞虽然气得不行 但还是讲道理的 浪费你们好几个钟头时间 我私人呢 就贴补你们点啊 送走客人后 没地出气的大飞把手下精力打了一顿 而此时 KK正邀公司地给大家展示挖来的几个美女 陈浩南对这批小姐的质量很是满意 可下一秒却突然接到了大飞打来的电话 不由分说地将他臭骂了一顿 两人至此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这天雷公约山姬在澳门的别墅见面 丁瑶不放心雷公便跟着一起来了 雷公这次叫山姬过来 是想让他安排自己和蒋先生见面 见山姬答应得爽快 雷公还特意让山姬陪丁瑶走走 给两人留下了点时间 蒋先生和雷公见面这天 山姬和陈浩南都在 雷公和蒋先生寒暄完 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现在台湾跟澳门通行 我打算跟你合作 如果澳门你的新赌场 这话说得委婉 但实则是要和蒋先生分权 蒋先生要是松了口 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场子让给了雷公 雷公拿出一大笔钱 要买赌场的五成股份 见蒋先生不肯 直接叫人围了上来 山姬没想到雷公居然如此行事 一时间很是惊讶 蒋先生却丝毫没被这场面吓住 我现在就走出去 如果我们三个有什么闪失 我保证你回不了台湾 见蒋先生起身向外走 陈浩南便跟了上去 可山姬却没和他们一起离开 因为这件事陈浩南心情很差 晚上和女友小杰八开车出去 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 小杰八想和他结婚 但陈浩南却很不耐烦 他把车停在路边下去买烟 见小杰八哭了 就拿出一张小票给他看 原来陈浩南早就买好了戒指 他让小杰八在车里找戒指 自己去店里买烟 可就在这时 一辆卡车突然从后面撞了过来 陈浩南赶紧冲出去抱起了重伤的女友 一路抱着他赶往医院 手术过后 医生告诉他小杰八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 可就在陈浩南守在小杰八身边的这段时间 他手下的几个厂子被人给砸了 包屁跑来医院给他报信 陈浩南只能先离开去处理 可刚走到门外 就碰上了坐电梯上来的大飞 陈浩南念在大家都是红星的人 不想和他动手 但大飞却不依不饶 在医院里耍起了流氓 牧师重炮看不下去 出手教训了他 眼看两伙人又要打在一起 耀哥及时出现制止了他们 他奉蒋先生的命来转告他们 千万不要内讧给警察制造机会 两人宫廷竞争 不要惹是生非 大飞动不了陈浩南 就派人在大街上堵住了陈浩南的兄弟阿尔 还将阿尔的女友KK拖上了车 大飞让人将阿尔痛点了一顿 还用KK威胁他 让他去偷陈浩南的账目 可阿尔不知道的是 KK是大飞的亲妹妹 此时也因为此事和大飞吵架 阿尔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是玩真的 可大飞却并不看好他们 出来混的都是早年风光 到最后不知道落个多么悲惨的下场 说着说着就想到了自己 不免唏嘘 KK见他如此 便没再坚持 可阿尔救人心切 一回去就找起了账本 陈浩南对此事毫不知情 场子被人抢了十几万 却算出来了二十万的窟窿 蒋先生知道后便多问了几句 我陈浩南就算再怎么砸碎 也绝对不会动活性一毛钱的 蒋先生很相信陈浩南的为人 只是暗示陈浩南要小心身边的人 还帮他一起贪了这二十万的账 而另一边大飞拿到账本后 发现陈浩南从未在账上做过手脚 也对他有所改观 蒋先生走后 阿尔拉着KK一起来见了陈浩南 我对不起你 其实那本账簿是我偷的 KK怕陈浩南为难阿尔 便赶紧为他辩解 还坦白了自己和大飞的关系 就这样兄弟几个兵事前嫌 再次和郝如初 小结巴住院后 山姬曾去看过他 自从上次雷公和蒋先生兵戎相见后 山姬就没有见过陈浩南 但好在陈浩南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兄弟 可兄弟俩刚刚重归于后 雷公就又有了新动作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从红星手下抢了一家赌场 还有一让山姬接管 但山姬不想做对不起自己兄弟的事 无论雷公怎么说都不肯答应 甚至不要堂主的位置 经此一事 山姬没了雷公这个靠山 又变回了最开始的样子 但好在还有陈浩南不离不弃 可山姬虽交出了实权 但仍旧心系江湖 他担心雷公接下来会对红星不利 陈浩南没见识过台湾黑帮 不知道他们的恐怖之处 对山姬的话也是半信半疑 丁瑶听闻山姬出事 赶来酒吧找他 山姬将他介绍给陈浩南认识 伸手摘下他的眼睛 却发现他脸上有伤 丁瑶说是雷公打的 山姬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丁瑶 很是愧疚 可丁瑶却说自己为他争取到了机会 雷公想见他和陈浩南 两人虽然意外 但出于对丁瑶的信任 还是动身去了澳门 到别墅后 丁瑶让他们两个在楼下等着 可两人等了半个小时 也没见有人下来 于是跑到二楼看了一眼 却发现雷公早已死在了书房 就在这事门外传来丁瑶的护救 他一口咬钉是山姬和陈浩南杀了雷公 见有人上来 陈浩南一时情急拿刀挟持了丁瑶 两人意识到中了丁瑶的轨迹 于是挟持着丁瑶退到楼顶 然后转身跳了下去 雷公死后 黑帮全体出动 在澳门机场守着各个关口 而大飞进也加入了三联帮 KK看见哥哥背叛红星 当着众人的面对他破口大骂 可丁瑶却并没有在意 而是逼问阿尔 山姬和陈浩南的下方 可阿尔并不知情 也不相信这件事是他们所为 雷公死后 丁瑶召集帮汇众人 宣布雷公一言 丁瑶就这样成为了 三联帮的新任帮主 他决定参与立法选举 走雷公的老路 而他之所以能悄无声息地解决雷公 是因为他早已将雷公 最信任的贴身保镖高洁 变成了自己的人 而自从丁瑶收了大飞做手下 高洁就感到自己的地位被威胁 丁瑶耐着性子宽慰他 可下一秒就开枪 将高洁推入了海中 跟我抢你 找死 丁瑶有了大飞的助力 在香港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红心各大堂口老大 纷纷被人刺杀 侥幸活下来的也都身受重伤 而这一切都是三联帮的手笔 我是红心的扛把子 是我维护红心不力 见蒋先生如此 山姬第一个跳了出来 他承诺澳门那件事 一定会给蒋先生一个交代 蒋先生也下定决心 对台湾三联帮宣战 希望大家给我们两个星期 搞定这件事 就这样兄弟几人再次来到了同一战线 临走前 陈浩南对病床上的小结巴许默 无论你变成是直播人 还是白痴 我答应他娶你就会娶你 而另一边 山姬也夹在丁瑶和兄弟之间很是为难 但在重炮抽象的开解过后 山姬好像明白了自己的心 澳门赌场开业这天 丁瑶盛装出席 有条不紊地接受着记者的采访 丁瑶本打算等客人们都到了在检采 可等了很久迟迟不见人来 派人打听过后才知道 台湾客人的专机被人放了炸弹 不准降落 澳门的客人也被红星的赌场抢了过去 丁瑶本想稳住局面先剪彩 山姬和陈浩南却突然带人找上了门 在场有很多贵宾 其中还有警方的人 我不想见到什么绑派的事都发生 如果真的有 我们警方不会客气 丁瑶没办法 只能耐着性子将人请了进来 可山姬却派人拿了一个花圈 你存心找茬是不是 见丁瑶这么问 搁几个也不装了 直接上手段将在场的客人全都赶了出去 大飞沉不住气动手和他们打了起来 一时间场面十分混乱 可在澳门没有用钱摆不平的时 丁瑶刚松了一口气 陈浩南几人又找了过来 说完丁瑶的人就上前将他们团团围住 可下一秒娇皮就吹响口哨 叫来了黑压压一大帮人 原来大飞早就看穿了丁瑶的诡计 上演了一出谍中谍 还当着三联帮众人的面 揭穿了丁瑶杀死雷公的真相 见丁瑶不肯承认 就推出了坐着轮椅的高捷 原来那天坠海后她并没有死 至此丁瑶算是彻底失去了一切 山姬杀了丁瑶 但陈浩南却明白 山姬是不想让丁瑶回去后受折磨 所以才亲手送她上路 经此一事 大飞心服口服地将铜锣湾老大的位置 让给了陈浩南 这个男人名叫乌鸦 是陈浩南出来混遇到的最难缠的死对头 乌鸦为人狠利 做事毫无下限 这天一个小弟想退出黑帮 乌鸦二话不说就动了手 说什么也不肯放他离开 还当众砍断了他的双手 而乌鸦之所以如此嚣张 是因为他是东兴老大骆驼手下的金牌打手 一直很受器重 和乌鸦不同的是 骆驼为人老派 集中一起 手下还有一个名叫笑面虎的军师 在江湖中很有威望 蒋先生身为晚辈 这天特意来拜会骆驼 乌鸦见蒋先生的女朋友方婷长得漂亮 一开口就没了规矩 蒋先生卖骆驼面子 没有和他追究 两人聊得尽兴 蒋先生还送给他许多补品 可就在这时曾探长突然到访 骆驼起身出去迎接 陈浩南便趁此时 将一旁的山鸡喊了过来 蒋先生 山鸡想问红鸡 他本来就是红鸡的人 蒋先生知道他们关系好 答应得十分爽快 可手下兄弟却说 山鸡跟了台湾三联邦 就是三联邦的人 堂主我可以不做 希望蒋先生能收留我 至此众人再无意义 可山鸡进了红星就要从头做起 按规矩便认了娇皮做老大 娇爷 你叫我娇皮就行了 说话间几个粉丝跑来和方婷合影 他是当红明星 人气一直很旺 可这时乌鸦却走过来将人赶了出去 蒋先生本想稀释宁人 可乌鸦说话太没规矩 陈浩南看不下去 一众小弟也站了起来 眼看气氛紧张 乌鸦便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 蒋先生不想伤了何气 也没再追究 此时骆驼带着层探长走了进来 还介绍他和蒋先生认识 可陈浩南和乌鸦却因此事结了仇 这天陈浩南接到医院通知 小结巴醒了 可他脑部受到重疮 失去了记忆 不仅不认的陈浩南 就连山鸡他们也不记得了 陈浩南跑去找医生了解情况 可医生却说只能慢慢恢复 陈浩南并没有因为小结巴失忆而有所动摇 接回家后和几个兄弟一起 帮小结巴恢复记忆 看着曾经的照片 小结巴知道了自己和陈浩南的关系 虽然一时想不起来 但还是被陈浩南逗得哈哈大笑 几人看照片不管用 就带着小结巴去外边散心 还给他表演了一遍 当初小结巴偷车和他们对峙的场面 几人在路边奇奇怪怪的行为 引来了警察的关注 几人驱车离开 经过熟悉的街道时 山鸡扭头说起了曾经的事情 一回头却撞上了人 见被撞的那个女孩没什么大碍 山鸡就开口和他吵了起来 山鸡一点没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 依旧骂得欢快 可下一秒却被他出手打倒 第二天 几人又带小结巴去 曾经把他扔下的那座山上找回忆 可小结巴仍旧想不起来 山鸡的话解开了陈浩南和小结巴的心结 两人心意相通重去了前缘 这天山鸡被牧师重袍拉来教诲 却意外在这里看见了昨晚的女孩 山鸡很是意外 原来重炮的女儿名叫舒芬 前不久刚从英国回来 最近要去铜锣湾区传道 重炮还拜托山鸡照顾好她 当着老爸的面 舒芬虽不喜欢山鸡 却只能表面上妆的和气 这天洪星举办了一场拍卖会 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只是蒋先生有意退出江湖 大大小小的事他都不怎么出面 好在大飞和陈浩南关系很是不错 两人正说着话 乌鸦也到了 乌鸦的话让陈浩南和大飞全都黑了脸 以前呢我的嘴巴已经够臭的了 自从你出现之后呢 你就是口臭之黄 双方不欢而散 这时山鸡也带着舒芬来了会场 鸡也 叫我小鸡就可以了 两人落座后 拍卖会就开始了 大飞有意给陈浩南面子 16800块的长虹直接就喊起了价 可乌鸦却突然发难 叫价2万 陈浩南见状追到3万 可不管他出什么价 乌鸦都要追加100块钱 18万0100 乌鸦摆明了要找事 大飞也跟他杠上了 不管他出什么价都追加一块 这样子我们很难办啊 难办啊 我擦就别办了 两伙人直接撕破脸 在现场推散了起来 好在警长熊哥及时出面 制止了这场暴乱 才没惹出更大的麻烦 至此乌鸦和陈浩南 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 熊哥还警告红星负责人陈耀 一定要和东星谈清楚 不要再闹下去了 事情结束后 陈浩南带着小结巴和一众兄弟 回家去看了奶奶 书芬和KK也跟着回去做客 奶奶还把书芬认成了山姬的女朋友 山姬心里暗爽但嘴上不说 几个年轻人把奶奶哄得很是开心 山姬带着两个兄弟 重回了当年的球场 当初亮坤就是在这里欺负的他们 山姬抢了个球和兄弟们踢了起来 可一不留神 球飞出去砸住了人 没想到踢个球还遇见了地头蛇 几人亮明了红星的身份 可对方态度依旧十分嚣张 对方名叫肥师 听了这话依旧没有认怂 反而还让手下兄弟上前将他们团团围主 几人故作镇定 目不斜视地走出了人群 一出球场就飞快地跑了起来 到了晚上 书芬带着山姬一起回教堂 找起了她的假发 这些年她在重炮面前 一直装出乖乖女的样子 可她没想到 这一切都被帘子后的重炮听到了 她对书芬很是失望 山姬本想为她开拓 却一直插不上话 最后妇女俩只能不欢而散 之后山姬带着书芬去超市采购 两人相谈甚欢 连最开始见面时的误会也说清了 正当两人想更进一步时 重炮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还买了许多育儿的书 书芬明白了老爸的一片苦心 妇女俩也就这样重归于好 可另一遍 包皮几人来到酒吧 却发现场子外换了人手 对方告诉他们这个酒吧是东兴赵的 告诉你们东城帮的 采现了知不知道 他们撂下狠话就回去叫人 陈浩南听闻此事 带着人去了酒吧 却发现居然是红星的鸡哥和东兴联手 和他争起了场子 原来笑面虎一早就拉拢了鸡哥 鸡哥为力是图 这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一时间场上气氛剑拔弩张 乌鸦甚至还和陈浩南动起了手 可当晚刚好有一名警司在场 求陈浩南卖他的面子 当晚的事传到东兴老大骆驼那里后 将笑面虎和乌鸦两人臭骂了一顿 人家有的是钱 他丢个两百万出来 叫小弟一年到头追杀你 砍死你 骆驼忌弹蒋先生手段 但乌鸦却很是不服 另一边 鸡哥去找蒋先生赔罪 他说自己就是为了钱 没想到事情变得如此复杂 还说自己已经从酒吧退骨了 鸡哥毕竟是红星的老人 骆驼也打电话来到了钱 蒋先生便高拿轻放 接过了此事 这段时间他要和方婷去欧洲散心 红星的事他不想过多操心 可他没想到乌鸦已经嚣张到了何种程度 方婷出门买衣服 却被乌鸦的人掳去仓库拍了裸照 还以此来威胁他为自己办事 炮男陪蒋先生和方婷一起来了荷兰 刚出机场就碰见了乌鸦等人 他们说是奉骆驼的命令 来接待蒋先生 还带蒋先生去见了他一直很想见的前辈八指书 故人重逢 蒋先生玩得很是尽兴 吃过饭后 蒋先生带着陈浩南和方婷一起坐船游行 蒋先生突然和浩南说了一句很有深意的话 下了船后 陈浩南向蒋先生提起 八指书有些不太对劲 而蒋先生早有察觉 已经暗中让手下阿泰去打听了 而阿泰也很快传来了消息 带着蒋先生等人去船上拜访了八指书 八指书早年辉煌 如今却只能在小船里窝居度日 蒋先生感慨万分 出来后还让陈浩南去给八指书送了些钱 回去的路上 陈浩南被人拦住问路 可等他回到蒋先生身边后 却又在对方小弟中看见了此人 浩南察觉出了不对 便守在蒋先生身边 和他一起出了餐厅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 蒋先生身中竖枪掩掩一息时 却看见笑面虎赶来捕枪 陈浩南将笑面虎扑倒在地 可乌鸦却在此时拿枪赶来 陈浩南只好转身离开 跳河逃了出去 蒋先生死后 陈浩南坐船回了香港 乌鸦还把蒋先生的死架 祸到了他的头上 现在黑白两刀都在找他 山姬为了保护小结巴 将他送去了牧师重炮那里 与此同时 鸡哥在红星鼓动众人 追杀陈浩南为蒋先生报仇 此时乌鸦也带着方婷出现 让他只认真凶就是陈浩南 还拿出了 陈浩南和问路那名外国佬的照片 可即便大家都信了乌鸦的话 大飞也不信 乌鸦走后 山姬出面为陈浩南说情 可即便如此也无法说服众人 最后只能按规矩办事 千有生死 人有兴旺 众人抽生死千 大飞抽到了死千 就必须由他杀了陈浩南 为蒋先生清理门户 而另一边 陈浩南和小结巴 这些日子都暂住在重炮家 小结巴和淑芬出门买菜 回来做饭给大家吃 吃完饭后就和陈浩南一起 在楼道里放些衬手的武器 与此同时 骆驼知道乌鸦的所作所为后很是生气 将乌鸦和笑面虎臭骂了一顿 可是已至此 他准备动身去台湾 让乌鸦和笑面虎留下收场 几人聊完出门 刚好碰上了山鸡等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没说几句就打了起来 就连他们的老大骆驼也没能幸免 饭店小哥见状偷偷报了警 山鸡便赶紧带着兄弟们溜之大吉 赶来的警察把骆驼带上了救护车 骆驼被打得头破血流 心情很是不爽 还动手扇了乌鸦一巴掌 乌鸦恶重新起 回去的路上和笑面虎一商量 就决定坐掉骆驼 用枕头捂死了骆驼 骆驼死后 外面乱成了一团 山鸡那晚的事也被警察查了出来 可警察却告诉山鸡 骆驼死在了医院 他们知道不是山鸡干的 只是抓他回来演戏给别人看 警察早已锁定 真凶就是乌鸦和笑面虎两人 也知道他们抢铜锣湾的目的 是为了和荷兰做毒品生意 如今警方已经和国际刑警联手 争取山鸡做他们的线人 还拿出了一卷 可以证明陈浩南清白的录音带 而与此同时 陈浩南的藏身之地被查了出来 大飞迟迟不肯动手 不料却被乌鸦抢了先 陈浩南听见动静出来查看 赶紧带着小结巴逃了出去 乌鸦的人穷追不舍 就连书分也卷了进来 他们逃回房间 从窗户跑了出去 在街头你追我赶 小结巴在追逐间 不小心摔到了脑袋 笑面虎此时也带人赶来 和乌鸦前后夹击 陈浩南双拳难敌四手 不幸和小结巴走散 好在神父及时赶到 就下了书分和陈浩南 街坊邻里全是重炮二十年的老交情 乌鸦纵使心有不甘 也只能信心离去 陈浩南刚刚躲过一劫 却又遇见了提刀等候的大飞 全世界不相信 我大飞相信 陈浩南很是感动 领下这份情就回了家 小结巴和他走散后 落在了笑面虎的手里 如今他们拿小结巴要挟陈浩南 独自一人来见他 可乌鸦哪里会照办 此时小结巴也终于想起了所有的事 他奋力挣脱束缚想救下陈浩南 却被乌鸦反手扔到沙发上 当着陈浩南的面开枪杀死了他 陈浩南奋力挣脱几人 来到了小结巴面前 可小结巴伤势太重 陈浩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 正当乌鸦准备开枪解决掉陈浩南时 山鸡带着一身手雷走了进来 就这样陈浩南抱着小结巴 和山鸡一起离开了这里 乌鸦拿他们没办法 只能看着他们离开 骆驼的葬礼上 乌鸦和笑面虎披码带笑 作为家属打谢来宾 乌鸦担心今天有事发生 就提前在灵堂里藏好了武器 台湾三联帮不请自来 对骆驼和笑面虎很不客气 却进去给骆驼上了住香 大飞也带着人赶来祭拜 被人拦在门口搜身 确定没带家火后才放了进来 乌鸦和笑面虎很是紧张 当着众人的面 大飞对乌鸦和笑面虎很不客气 就差直接说骆驼是他们俩杀的 就在这时 陈浩南 山鸡和书芬也出现在了这里 一时间场上气氛很是紧张 书芬趁众人忙着对付陈浩南时 来到后台播放了一盒录音带 而里面里的内容正是乌鸦和笑面虎为了拉拢鸡哥 亲口承认他们杀害了蒋先生和骆驼的罪行 乌鸦还想狡辩 鸡哥却出面亲口承认了此事 一时间场内暴动 两帮人全都加入了混战 警方想坐收渔翁之力 便没有进去干涉 乌鸦边打边退 忙着去找是先藏好的武器 却被书芬告知 家伙全让条子搜走了 陈浩南杀红了眼 拿刀冲向乌鸦 乌鸦拉来笑面虎挡在自己身前 转身逃了出去 可他哪里逃得出陈浩南的手掌心 很快便被他勒住脖子砸向一旁 乌鸦还想再逃 陈浩南提起火筒就倒了上去 最后乌鸦身缠烈火 在众人面前被活活烧死 陈浩南大仇得报 故事终于可以告一段落 做大事要成功 三个条件 第一 钞票 第二 钞票 第三 还是超票 这个男人名叫蒋天阳 是红星老大蒋天生的弟弟 蒋天生死后 红星群龙无首 各个党主便一起去泰国 请蒋天阳回红星主持大局 陈浩南身为铜锣湾老大 带着几个兄弟一起来了泰国 前不久他的兄弟大天 和大飞的妹妹KK结了婚 今天我嫁妹妹 跟着我十几年的长毛我都剃掉了 兄弟几个一起接亲 抢亲好不热闹 山鸡和仲胖女儿书分的感情也很是甜蜜 屯门老大恐龙卖大飞面子 大老远赶来参加了婚礼 可陈浩南却触景生情 思念起了去世的女友 宴会上 红星几个帮派的老大坐在一起 商量起了去泰国找讲天生的事 席间恐龙的小弟生番 觉得山鸡地位低 对他很不客气 我乡下来的才不认识出山鸡老鸡白斩鸡 山鸡虽表面不鲜 但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这次来泰国也算是 大天和KK的蜜月旅行 陈浩南陪他们吃完饭 就带着山鸡一起去了蒋天生的别墅 大飞比他们到得早 除此之外 红星其他帮派的老大 也陆陆续续来到了这里 分别是西环的鸡哥 葵青的寒冰 北角的狸胖子 铜锣湾的陈浩南和尖沙嘴的太子 希望用我们的诚意 可以让蒋天生回香港 说话间红星十三妹也姗姗来迟 寒冰看他不爽 两人一见面就呛了起来 今天是太皇的诞辰 蒋天阳暗力拜神 场面整得很大 众人一直等他结束 才有机会坐下来说明来意 蒋天阳听说过陈浩南的事迹 对他赞赏有加 可离胖子却话里话外 对陈浩南很不客气 原来早年建立胖子 勘印的成人刊物 把毕哥的小姨子当成了封面 毕哥顾及兄弟情义 想拿钱收回底板 可离胖子却不买账 于是陈浩南和山鸡便奉命 一把火烧掉了离胖子的印刷厂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 离胖子却仍旧记着这笔账 说完他俩的事 兄弟几个就说起了此行 来找蒋天阳的目的 可蒋天阳泰国黑老大当惯了 不想回香港受约束 于是回红星的事就暂且搁置了起来 兄弟几个漂洋过海来了泰国 蒋天阳也得拿出点诚意 于是大手一挥带着一众兄弟 去看了有名的泰拳 蒋天阳兴致高涨 还和太子赌起了拳 韩冰和十三妹在一旁看热闹 却突然接到了香港那边打来的电话 原来就在当晚 屯门的老大恐龙出事了 一个自称是东兴雷耀阳的男人 主动找到了恐龙 见面的酒吧是铜锣湾的地界 恐龙便独自一人去见了他 雷耀阳开门见山想拉恐龙入伙 还搜集了这些年他掌管屯门的黑掌 以此来威胁恐龙 可恐龙却不肯背叛韩冰 于是雷耀阳便直接让手下动手 将恐龙暴打了一顿 放聪明的老弟 在香港杀人是无罪的 说完便直接将恐龙从楼上扔了下去 恐龙在陈浩南的地盘出事 我看你红星还能快活多久 此事传到泰国后 离胖子果真如雷耀阳所料 将这件事算在了陈浩南头上 可此事不是针对错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要为屯门选一个新的老大 我提议山鸡 他曾经在台湾做过堂主 他一定行 有人将票投给了山鸡 可有人却提议让恐龙小弟升翻上尾 蒋先生想听听陈浩南的意思 可陈浩南却将自己这一票投给了升翻 双方都有人支持 蒋天阳便提议让两人公平竞争 还决定和大家一起回香港掌管红星 事后山鸡忍不住对陈浩南发了脾气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当老大 是 就问是你不希望能跟我平起平坐 可陈浩南却解释说自己当老大 失去了态度 如果有的选 他宁肯不当老大 可山鸡和陈浩南不同 他回红星就是想往上爬 你想怎么样 各走各的 怎么样 两人观念不合 最后只能不欢而散 另一边舒芬在乡党找到了一份老师的工作 可他教的班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放牛班 学生们不务正业 态度嚣张 本以为舒芬和他们以往的老师一样 想让他们回归正道 可舒芬却说自己只是来领份薪水 并不打算管教他们 还大方地请全班人喝了汽水 娇皮和包皮刚好负责学校的福利社 舒芬便拉着同事欣欣一起来吃了冰 欣欣是很传统的老师 第一次见舒芬如此跳脱地与学生交流 不由得十分震惊 与此同时 寒冰回到香港后 为兄弟恐龙举办了葬礼 还历史说一定要为恐龙报仇 十三妹还有心地送来了花圈 生番身为恐龙的得力手下 对屯门老大的位子势在必得 蒋先生一回香港 生番就主动找上了门 蒋先生见他身强力壮很是满意 可山鸡做事也很得力 蒋先生一时难分高下 便决定将屯门一分为二 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宫廷竞争 最后由大家投票决定 这样的局面对大家都很宫廷 山鸡自己想通了 便主动来找了陈浩南 陈浩南也事先准备了两块手表作为赔礼 就这样兄弟两人重归于后 陈浩南还苦口婆心地劝诫山鸡 人在江湖身不由其 表面上我是个大哥 可是我到底能不能做主 有些道理山鸡没有经历过是不会懂的 他想出人头地 混出点名堂 陈浩南见自己劝不动他 便将自己为他求的签拿给了他 可山鸡根本不信 你到底挺不挺我 陈浩南无奈只能随他去了 山鸡出来炸倒 屯门地头蛇超人和包皮有点关系 便主动带着山鸡去肠子里熟悉了一下生意 屯门的生意多是违法的 这些年兄弟们也都是靠一些不入流的手段吃饭 或许是冤家路窄 山鸡等人迎面碰上了生番 两帮人说话都很不客气 一见面就剑拔弩张 蔣先生一天没决定谁是屯门的老大 你他妈的别叽叽歪歪 我他妈人多 下一秒生番的人就乌鸦哑地围了管 超人临阵倒戈 跑去了生番的阵营 就在这时生番的老爸突然出现 将生番臭骂了一顿 这才阻止了事态升级 晚上舒芬约山鸡和陈浩南一起吃饭 顺便还将同事欣欣介绍给了他们 原来两人曾有过一面之缘 陈浩南开车来餐厅时 差点撞到了欣欣 舒芬见两人这么有缘分 就动起了撮合两人的心思 他嘱咐山鸡和浩南 不要说自己是黑社会 山鸡说自己是黑房充印的 陈浩南还没来得及说 舒芬就自作主张说他是名老师 吃完饭后 陈浩南开车送欣欣回家 却刚好被路边的生番看到了 于是他便让小弟们开车追了上去 生番见欣欣长得漂亮便出言调戏 陈浩南不想和他们纠缠 就在马路上飙起了车 陈浩南车技很好 纵使他们三路夹击 也顺利地在一处转弯甩掉了他们 生番一行三辆车全都追了尾 于是气急败坏地去找最前边的车主理论 谁料车主却是一名警察 于是生番一行人全都反手趴在了车上 生番有勇无谋 于是黎胖子暗中为雷耀阳牵线 将他介绍给了生番 我跟黎胖子会全力支持你 包括我们的财力 还有我们两个的智慧 生番如虎添翼 可山鸡那边进行的却并不顺利 他花重金布置了十几桌上好的菜 念请屯门各路兄弟 可给面子的出来说两句恭喜话 不给面子的来都不来 山鸡是新来的 又跟生番不对付 想拉拢这些地头蛇是十分困难的 在平常或许还会有人买他的账 可生番也在今晚请客 邀请的人都去了他那边 山鸡这边就只能冷冷清清 果然是猛虎敌不过地头蛇 何况我还是只山鸡不是老虎 回去的路上山鸡心情失落 甚至还怀疑起了他住的房子风水不利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见有人呼救 赶去一看 发现是生番正当街欺负女生 山鸡仗义直言 山鸡却大手一挥叫来许多人 想要教训山鸡 他们人多势众 山鸡不能应聘 可他又想救下女孩 只好当着众人的面 喊了一声干戈 可让山鸡没想到的是 那个女孩本就是生番的人 山鸡重计只能平白受了羞辱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山鸡的场子被超人设计陷害 警方办案将娇皮抓进了警局 书分上班的路上 被一群混混团团围团围主 当街打了起来 好在欣欣提着扫把赶来 这才将他们赶走 于是欣欣只好带他去了一家小诊所处理伤口 陈昊南得知消息后赶来诊所看望书分 陈昊南推脱不过 居然真的换上衬衫去教书了 面对四眼的挑衅 陈昊南并没有生气 而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 四眼以加入黑帮为自己的追求 还说陈昊南是他的偶像 就连陈昊南自己都没想到 居然有一天会劝人从良 而另一边 山姬在生番那里吃了很多亏 就连书分也跟着他受连累 大天和陈昊南见兄弟吃亏 想要帮他一把 可山姬却执意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可山姬虽不说什么 大天却执意要为他扳回一城 大天瞒着陈昊南和山姬 独自一人带着手下去砸了生番的场子 本以为此行可以打个出气不易 不料生番早就准备好了陷阱 引他上钩 生番手下人数众多 大天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不仅手下全都被人做掉 自己也落在了生番手上 被砍断了手筋 脚筋 好在危机关头 大飞及时赶到 生番嘴上虽这么说 但大飞出来混这么多年 手下兄弟无数 怎么样还是得给个面子 于是便让大飞将人带了回去 可另一边 离胖子却抓住大天这个把柄 跑到蒋天阳面前说起了山姬的不是 可蒋天阳哪里不明白他这点小心思 离胖子此行其实是想 让蒋天阳和他一起做白粉的生意 可蒋天阳并没有答应 毕竟蒋天生和他们的父亲 从来不碰这些 自从包皮负责了学校的福利社 就和一个短发妹子走得很近 妹子名叫阿英 时间长了两人就确定了关系 可两人相处时 阿英总想方设法地套包皮画 娇皮曾经还提醒过包皮 这个阿英和生番走得很近 可包皮却不以为意 这天包皮又被阿英套出了大天的消息 转头就告诉了生番的小弟 大天和KK在家养伤 雷耀阳突然带人冲了进来 雷耀阳让手下强暴了KK 又往大天口中塞了一大把药 途中离胖子打来 和雷耀阳一起将大天从楼顶上扔了下去 大天的死让陈浩南伤心不已 山姬没想到他们居然下此毒手 而陈浩南却愤怒地将大天的死 怪到了山姬头上 如果山姬一早就听他的 大天也就不会死 此时一直站在人群外的星星 看见这一幕 也明白了陈浩南的真实身份 星星曾和舒芬说过 他最讨厌黑社会 可现在他却觉得 黑社会里并不全是坏人 陈浩南借酒消愁 星星就在身后跟着 直到他最后醉倒在地上 才过去将人带回了自己家 星星对陈浩南有意 可陈浩南却把他当成了去世的女友 酒醒之后 陈浩南决定将包皮交给红星处置 包皮知道自己做错了事 痛哭流涕地跪下道歉 陈浩南虽于心不忍 但并没有原谅包皮 另一边 星星找到阿英做家访 细心地发现他刚刚哭过 于是耐心地安慰起了他 原来大天死后 阿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就被生番的小弟无情抛弃了 他咽不下这口气 决定将他们干过的事全都说出来 与此同时 蒋天仰召集红星众人 开了一个辩论大会 到时生番和山姬都要上台辩论 大飞和陈浩南也赶来参加了大会 不为别的只为报仇血恨 而山姬在后台等候时 却给舒芬打去了电话 如果这次辩论输给了生番 希望舒芬能和他结婚 大天的死总算让山姬明白了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山姬的求婚让舒芬很是开心 但眼下他有更重要的视作 生番的小弟带人来找阿英 可阿英早已被十三妹带走 妥善安排了起来 辩论会开始后 山姬和生番谁也不让谁 生番虽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 可屯门的历史山姬也是早有研究 生番往日不善言辞 今日却逻辑清晰 观点毒辣 咬住山姬的错处不放 山姬应付得很是吃力 期间说起包皮出卖兄弟 陈浩南就将满身是血的包皮抬了上来 讲天阳懒地看他们扯皮 便直接安排众人开始投票 而投票的结果毫无意外 生番多票当选 与此同时 十三妹刚带着阿英来到辩论会 就被人堵在了门口 好在寒冰及时带人赶到 这才成功地将人带进了大会 阿英出现在这里 顿时让生番等人乱了阵脚 阿英上台公开揭露了生番的罪行 生番不打自招想冲过去揍阿英 却不小心将雷耀阳给他的收音机吊了出来 雷耀阳见事情败露 一枪打死了阿英 大飞赶紧带人上去 将雷耀阳围了起来 雷耀阳还想再逃 却被底下的人团团围主 生番见事情败露 直接将离胖子也供了出来 我东西耀阳 一子错 慢慢接受 我没什么话好说 蒋先生见他临危不乱 不由得也高看他一眼 于是准他找人单挑 打赢就放他一条生路 出去别说是红星已多欺少 太子本想上前 却被陈浩南拦了下来 他想要亲手为兄弟大天报仇 于是两人就在众人面前打了起来 陈浩南伸手了得 雷耀阳渐渐落了下风 眼见敌不过 居然掏出了一把小刀 离胖子见状从身后偷袭 一击杀死了雷耀阳 以此来向蒋天阳表示忠心 可蒋天阳却说红星个个都是守法公民 离胖子此举无疑是犯罪 不能再留在红星了 蒋天阳安排他跑路去国外 还将北角老大的位置给了大飞 山姬也理所应当地坐上了屯门老大 至此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兄弟俩也和郝卢出 各自找到了幸福 铜锣湾这块地盘上只能有一个浩南 就是我司徒浩南 这个名叫司徒浩南的男人 是陈浩南继乌鸦之后最大的劲敌 自从好兄弟山姬坐上了屯门老大 陈浩南就更加得到了蒋天阳的重用 话里话外还教了浩南许多 他们这行为人处事的道理 陈浩南陪蒋天阳游传的这段时间里 手下的酒吧出了点乱子 李警官悄无声息地混在人群里 可由于气质太过特别 竟被两个漂亮的女孩缠住了 张口就要他给200块 就在这时 首场的包皮看见一个男人给女孩的酒里下了药 女孩喝下以后亢奋地跑进人群中跳起路 期间被一个男人占了便宜 那个下药的人便冲出来和他扭打在了一起 包皮看他故意找事就出面阻拦 谁料那人态度十分嚣张 还自爆家门 正当两人即将大动干戈时 陈浩南及时赶了回来 今晚还有客人 陈浩南便想息事宁愿 谁料真正的幕后黑手 东兴扛霸子司徒浩南却突然出现 那个被吓要的女孩本就是他们安排的 如今更是直接反水 说是包皮无中生有 司徒浩南不仅当众下了陈浩南的面子 还对他宣战 以前是你的天下 不过以后有对手 陈浩南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我陈浩南能混这么久 全凭三样东西 够狠 一起兄弟多 眼看气氛紧张 看了一出好戏的李警官及时出面 阻止了事态升级 李警官刚被调到这里担任反黑组的组长 司徒浩南再怎么样也要卖他的面子 于是便扬言要在铜锣湾开一个新酒吧 说完就带着兄弟们离开了 李警官和陈浩南也算是老相识了 李警官点到为止 出门前还不忘警告了一下刚刚那两个女孩 酒吧的事解决完也快天亮了 陈浩南便出门和两个兄弟一起喝早茶 路过一家暴亭时 陈浩南认出暴亭老板是他曾经的兄弟大头 可大头却不愿与陈浩南相认 原来当年他们的大哥杀了人 需要底下的小弟出来扛大哥让大头和陈浩南抽签决定 大头却自告奋勇主动顶了罪 陈浩南以为大头是怪自己当年犹豫 才不愿和他相认可真正的原因却并非如此 陈浩南本想让大头回到红星跟着自己混 可大头却说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想和黑社会沾上关系了 陈浩南见大头过得这么惨还如此固执 也忍不住劝他回心转意 可大头心意已决 说什么都不肯回到红星 陈浩南虽无法理解 但还是暗中派人保护大头 这天蒋天阳联合当地儿童福利基金会 举办了一个募捐活动 十三妹也受邀来到了现场 几个案戳戳地想和蒋天阳说些什么 却被蒋天阳按下 让他回头再说 宴会刚开始蒋天阳便当着一众兄弟的面 宣布自己要离开香港 休息一段时间 现在的处理帮派要低调 赚钱要高调 蒋天阳还将一个名叫陈嘉南的拿督介绍给了大家 剪彩仪式上 一个漂亮的卷发女孩 一直在对陈浩南按送丘波 而与此同时 几个找到了蒋天阳大吐苦水 我们矮罗子分尊杯讲辈分 完全合理吧 哼 韩冰这王八蛋 摆了我一道 原来有一个修隧道的项目可以捞不少油水 几个不打算出钱 却还怪韩冰不带着他一起捞油水 韩冰为了这个项目 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去 他说要合作 又不出钱 那有这种好事也告诉我呀 蒋先生不好做决断 只好先安抚住了两边 剪彩仪式结束后 拿督主动找到陈浩南 想要他入股一个游艇生意 可还没等到陈浩南答复 蒋天阳就赶来将人喊了出去 他将陈浩南引荐给了一个名叫七叔的人 而七叔身边的女孩美玲 从剪彩仪式开始 就将对陈浩南的意思 明晃晃地摆在了脸上 就连蒋天阳都看了出来 第二天拿督带着陈浩南是三妹等一众兄弟 在吉隆坡视察房产 与此同时 在香港的大头却遇上了麻烦 一群混混故意来到报庭找查 张口就要收大头保护费 这个地方一向没有人管 从这个月开始 这个地方会我们东兴管 大头被他们抢了钱 可依旧不愿接受陈浩南的帮助 这天陈浩南和韩冰 十三妹在街头吃饭时 偶遇了美玲 他十分热情地赶来和他们打招呼 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陈浩南的意思 美玲直接无视十三妹和韩冰 问陈浩南要了电话号码 而一边 东兴那些人对大头的欺压却愈演愈烈 他们不仅往他的报庭泼墨 还一把火烧了报庭 陈浩南刚下飞机 就被李警官的人请去了警局喝茶 李警官这次喊他来 正是因为报庭被烧的事 出了警局 陈浩南第一时间去见了大头 可大头却并不想投靠陈浩南向东兴寻仇 陈浩南明白大头不愿和黑社会惹伤关系 但这个社会哪里都有黑社会的足迹 在每个地方应该有两种秩序 一种是法治秩序 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地下秩序 大头没有回答 让陈浩南陪他练起了拳 这天拿督邀请陈浩南来参加他的宴会 顺便将房子和游艇的生意交给他来打理 在场的还有姬哥和韩冰等人 两人不对付 一见面就冷嘲热讽了起来 韩冰最近投资亏了许多钱 就连买单都面露难色 而陈浩南宴会中突然接到美玲打来的电话 于是便匆匆离席赶去了警局 原来美玲因为使用假钞 被警方扣在了警局 警方查明他是被人骗了 并非有意使用假钞 于是没收假钞后签了个字 便准备放他离开 陈浩南赶来保他 刚好看到了他的迥样 离开警局的路上 美玲掏出了自己偷偷藏的假钞给陈浩南炫耀 说完就全部扔出了窗外 陈浩南带他回家见了奶奶 奶奶却把他误认成了小结巴 大头和包皮很会活跃气氛 开朗的美玲把奶奶哄得很是开心 这顿饭吃的也算是其乐融融 第二天 拿督邀请陈浩南来签合同 可合同上用的全是外文 陈浩南看不明白 但出于对拿督的信任 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陈浩南作为股东和几位董事一起 在邮轮上进行了剪彩仪式 可司徒浩南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拿督说这是他请来的客人 原来司徒浩南准备举办一个全赛 拿督的公司是他的赞助厂家 司徒浩南口出狂言 说他们红心没一个能打的 大头便自告奋勇主动参赛 和何勇做对手 争夺金腰带 司徒浩南的挑衅让陈浩南很不舒服 可拿督却不以为意 跨年夜这天 陈浩南带着奶奶和几个兄弟一起去餐厅吃饭 刚好在门口遇见了美玲 可几人走到门口 却被告知没有座位 陈浩南进去一看 发现东兴的人霸占了所有的位置 陈浩南也不惯着他们 直接打电话喊来了李警官 可司徒浩南惯会恶心人那一套 说他们是付钱进来喝茶又没有闹事 李警官也奈何不了他们 就是说有条子会帮我们开门 我们可以慢慢喝茶 来倒茶 可李警官也不是吃素的 当即让手下查起了身份证 我想控告你非法集会 美人两千块保时金 你最少带二十几万 司徒浩南没想到李警官会来这一手 只好灰溜溜地带人离开了这里 吃完饭后 陈浩南陪美玲逛起了花式 两人聊了很多 美玲也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陈浩南的心 两人互相亲吻 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新年复工后 陈浩南给手下商户和公司员工全都发了红包 可这时大头却发现了合同中出现的漏洞 合同中只写明了房产而并没有提到游艇 陈浩南对这方面了解不深 便没有放在心上 可这时经济犯罪组的警察 却突然赶来公司带走了陈浩南 陈浩南负面新闻缠身 东兴便趁机抢占起了红星的地盘 陈浩南被扣在橘子里 红星群龙无首 便和东兴的人在街头火拼 制造了不少的混乱 娇皮和红星十几个兄弟全都被带回了警局 可东兴一个长发男却突然趁人不备 抢走警察的配枪打死了娇皮 陈浩南得知这一消息 当即带上兄弟堵在警局门口 打算进去祭拜娇皮 李警官让陈浩南遣散手下 只留娇皮的家人在门口祭拜 出了警局后 陈浩南去找了拿督 可拿督却一反常态 对陈浩南很不客气 陈浩南替他背了负债的房产生意 他却和司徒浩南联手负责了赚钱的游艇生意 司徒浩南小人得志 辱骂起了陈浩南 大头听不下去一脚踢翻了桌子 你出卖的不是我陈浩南 而是整个红星的人 你把东兴当死人 陈浩南见他如此 也不再多费口舌 正准备转身离开 拿督却突然将美玲带了出来 是我叫他去陪七叔 叫他主动调你 顺便查探你的底细 可陈浩南转身便离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陈浩南和兄弟们都憋着一口气 整日打拳训练 东兴派人砸了红星很多场子 陈浩南也毫不在乎 他准备将这一切全都放在全赛上清算 司徒浩南还主动找到陈浩南提出单挑 输的人离开铜锣湾 陈浩南欣然应战 而陈浩南这次的决定也得到了蒋天阳的大力支持 浩南 我很开心 因为你会用脑筋 会用脑的人 才可以战无不胜 全赛当天来了许多媒体 一个记者突然发问 问拿督是否是马来西亚房产的幕后黑手 拿督一瞬间慌了神 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 心虚的拿督忍不住发起了火 好在司徒浩南及时控场 将采访拉回了正常的程序 可就在这时 拿督的老婆突然冲了进来 当众辱骂拿督在外面乱搞 做不正当生意 而聪明的司徒浩南立马发现了此事的幕后推手美玲 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陈浩南目睹了这一切 终于明白了美玲的苦衷和真心 可即便东窗事发 司徒浩南还是坚持把全赛办下去 全赛开始后 东兴连赢八场 到最后的决胜环节 东兴派出了何勇迎战 而洪兴则派出了大头 可何勇开赛前沉迷美色 决战一开始便被大头打得节节退败 而安排美女给他的正是十三妹 何勇虽有点本事 但也扛不住大头一次次的猛攻 被打得像只软脚下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大头出了一口恶气 也如愿拿到了金腰带 与此同时另一边 司徒浩南和陈浩南也先下单挑了起来 拳拳到肉打得难舍难分 就连赶来的李警官也没有叫停两人 让兄弟们等他们打完再动手 就这样陈浩南靠自己的拳头赢得了胜利 而美玲也很为他开心 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故事的最后 东兴闹事的人被李警官带回了警局 寒冰也靠大头赢得了一大笔赌权的奖金 山姬遭遇强敌重盘清离 陈浩南力挺兄弟 助他一臂之力 新的角色 新的故事 山姬能否笑到最后 这一切都要从不久前开始说起 陈浩南和美玲在一起后 经常会想起去世的小结巴 美玲虽心中介意 但却不好说些什么 只想陈浩南能把两人的婚礼早日提上日程 可陈浩南总是含糊其词 当时正值台湾选举 三联邦全力支持国民党 却惨败落选 为了三联邦日后的发展 山姬只好接受了与日本山田组的帮派联姻 而她的结婚对象名叫蔡蔡子 是日本山田组掌门人 草芥一雄的女儿 山姬结婚陈浩南和几个兄弟自然要去捧场 可兄弟几个正说着话 手下两个小弟就因为一些口脚动起了手 最后还是神父包皮和大头出面阻拦 才将那两个刺头骂了回去 婚礼当天 草芥一雄的养子草芥郎 亲自接待了陈浩南和美玲 会场外各路人马赶来祝贺 蒋先生和十三妹也受邀来到了婚礼 还见到了三联邦前任帮主雷公的儿子雷父红 他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长着一副文质彬彬 人畜无害的样子 宾客到齐后 婚礼便正式开始了 山姬用傲口的日文宣读礼书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婚礼结束后 草芥一雄找到蒋先生联络感情 山姬也将雷父红和三联邦军事经老 介绍给了陈浩南 如今的山姬不仅有台湾 香港势力的支持 还得到了日本的助力 一时间风光无限 与妻子的感情也很是甜蜜 这天美玲兴冲冲地拉着陈浩南来看彩虹桥 陈浩南却不懂浪漫 十分扫兴 美玲拉着陈浩南去寺庙求签 却求到了一只胸签 美玲心情低落 可陈浩南却依旧没有任何表态 晚上山姬表哥喊着大家一起聚会 期间说说笑笑喝了许多酒 最后还和旁边的一桌客人起了冲突 吵吵嚷嚷地差点打起来 好在山姬和草芥朗及时赶来 出示了山田祖的名片 这才平息了纷争 第二天 草芥义雄约见蒋先生 聊起了双方合作的事宜 但蒋先生却说自己决定退休 将大权交到了陈浩南手中 草芥义雄当即表示 自己也想要退休 问山姬愿不愿意接手自己的生意 一旁的草芥朗听见这话 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会议结束后 草芥义雄让陈浩南陪他切磋起了日本剑道 陈浩南第一次接触剑道 第一回合被草芥义雄打得丢了剑 第二回合却能够与他打得有来有回 势均力敌 陈浩南不凡的伸手也让草芥义雄赞许不已 自从雷公去世后黑龙会就处处与三联帮作对 如今雷复轰回来后三联帮就有人支持他担任帮主之位 可雷复轰却表示自己并不想牵涉黑帮 也无心继位 金老不愿担任帮主 即位堂主也相互推诿 山姬表哥便提议让山姬接任帮主 但却遭到了钟永博的反对 雷复轰听了这话表示自己在外流血 对台湾也不熟悉提议山姬担任帮主 可山姬不想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表哥和钟永博却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 当晚山姬深夜接到表哥的电话 说雷复轰遇袭进了医院 外面的人都说是山姬满凶杀人 表哥劝山姬先避避风头 可山姬深正不怕影子血 直接赶去医院探望了雷复轰 不料却被支持雷复轰的兄弟们堵在门口 不分青红皂白地泼了山姬一脸狗血 两帮人群情激愤差点动起手来 好在金老及时出现将山姬带进了病房 雷复轰相信这件事不是山姬干的 也不想大家因为他发生内惑 金老怀疑这件事是黑龙会的手笔 可钟永博却仍旧咬定是山姬所为 出了病房后 金老让山姬作为三联邦代表出席一个会议 是之前隐退的台湾老大苍蝇召开的 会议当天黑龙会和三联邦都出席了 黑龙会龙大对山姬早有耳闻 一见面就很不客气 苍蝇此次召集大家来 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龙大建议他们已不变应万变 但苍蝇却提议他们向政府归安 山姬没有办法替三联邦做决断 只好放低身段想听听钟永博的意见 山姬的这番话 钟永博很是受用 他说政府把他们当作尿壶 有用了用一用 没用了一脚踢开 这话和当初雷公的意思不谋而合 山姬一时也感慨颇深 两人这次的交心 也让钟永博放下了对山姬的成见 山姬出来后接到了菜菜子的电话 要她回家吃晚饭 但是山姬不想回去 表哥便带着山姬去了新开的夜店消遣 山姬左拥右抱完的正开心时 突然被小姐刺杀 于是两人冲出包房拼命逃窜 与此同时 草剑朗醉熏熏地敲开了菜菜子的门 说自己这些年一直都深爱着她 还动手强暴了菜菜子 另一边 山姬和表哥拼命逃到了大街上 可对方来势汹汹 人多势众 竟在一处将两人团团围住 最终表哥舍命 助山姬突出重围 妻子的遭遇和表哥的死 都让山姬悔不当初 可如今她必须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她找到陈浩南 包皮和大头将自己的遭遇全数到来 陈浩南表示会力挺兄弟 于是几人变盘算起了他们的复仇之路 这天陈浩南和美玲出门约会 意外在人群中看见一个很像小结巴的人 陈浩南立马追了上去 只见那女孩跟小结巴长得一模一样 陈浩南一路追着她来到一家幼儿园 才知道她名叫端木若鱼 与此同时 山姬在别墅陪着菜菜子 突然有几辆陌生的车开了进来 山姬立马拿枪戒备 等人进来了才发现是自己的岳父草芥义雄 妇女相见场面毫不凄惨 如今草芥朗公然与草芥义雄和山姬为敌 不仅向警方透露帮派秘密 还害得草芥义雄坐上了轮椅 心仇家旧恨 山姬报仇的心更加坚定 我一定亲手杀死草姨了 另一边 陈浩南回到家后和美玲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陈浩南没有解释自己去了哪 还隐瞒了端木若鱼的存在 两人不欢而散 雷富草出院后 第一时间便派人打听起了山姬的下落 还和荆爷一起约见了陈浩南 他表示这一切都是黑龙会龙大所为 三联帮会站在山姬这边帮他报仇 陈浩南心中有些疑虑 并没有轻信雷富草的话 雷富草为了获取他的信任 直言要让钟永伯来做帮主的位置 可事实证明 雷富草从头到尾就是一只笑谬 他早已私下与草芥朗联手 并在背后推波助澜 可怜钟永伯被他当作利用的棋子 不仅派人暗杀了他 还借他的死光明正大的上位 这天陈浩南约了端木若鱼见面 还和他说起了自己和小结巴的故事 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远处的美玲看见 后来美玲撕下来找了端木若鱼 他明白自己永远无法取代 小结巴在陈浩南心中的位置 端木若鱼只把陈浩南 当作一个聊得来的朋友 美玲的坦白也让他意识到 自己不应该再出现在陈浩南的生活中 钟永伯的葬礼上 各方势力全都赶来祭拜 就连黑龙会龙大也前来吊咽 雷复轰还假惺惺的安抚钟永伯的家属 说自己会负责他们以后的生活 葬礼开始后 陈浩南姗姗来迟 可他一进来在场的人就如临大敌 张口就将钟永伯的死案在了山姬头上 要陈浩南把人给交出来 就连金老也觉得这件事少不了陈浩南的手笔 反倒是雷复轰装起了好人的样子 请陈浩南入内鞠躬祭拜 可正当陈浩南在灵前祭拜时 山姬突然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一时间场上众人全都围了过去 山姬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拿你的头来祭永伯 把你的血来当酒喝 那太古装片啊 眼看要起暴乱 陈浩南不得不鸣枪震慑 才让众人退下 不敢轻举妄动 陈浩南要他们交出证据来 不然没有人可以动山姬 就在这时草芥一雄赶了过来 表态支持山姬 让怀疑他的人交出证据 雷复轰多少还是有些忌惮草芥一雄 雷复轰自然不敢有所异议 提议让大家在钟永伯的葬礼之后 再处理此事 没有找到山姬杀人的证据之前 如果有人感动山姬一根寒毛 那就是向我挑战 我们红星也是一样 在岳父和兄弟的力挺下 山姬终于挺直腰板 在钟永伯的灵前上了箱 回到家后 陈浩南看见了美玲 写在镜子上的分手留言 还没来得及伤心 就接到了端木若鱼的电话 我就要结婚了 他为他和小结巴的故事感到惋惜 但他并不是小结巴 陈浩南和他最后拥抱了一下 就同时失去了两个爱过的女人 另一边 雷复轰决定接任帮主之位 不仅答应和政府合作 还放下狂言称要统一台湾整个黑道 就算三联帮覆灭也在所不惜 与此同时 山姬浪子回头决定和蔡蔡子好好生活 两人互相敬爱 组织家庭 同甘共苦 永生不变 雷复轰派去杀害 钟永伯的凶手被人灭口 另一个知情的小弟 赶紧找到山姬供出了 雷复轰的罪行 至此藏在背后的敌人 终于浮出了水面 山姬没想到 他竟然对钟永伯下此毒手 也是气愤万分 小弟还说雷复轰会在继位 当日为三联帮改名 并宣布归安政府 如果有不愿归服的帮派 就联合政府将其消灭 至此事情已经不仅是 山姬和雷复轰的私人恩怨了 而是上升到了 三联帮的存亡之争 可如今陈浩南和山姬的助力 全都被政府限制入境 雷复轰为所欲为 直接当街暗杀了龙大 山姬便挟持了金老的家人 要金老反水和他们合作 金老没有办法只能听后拆解 而山姬终于开始了和草芥朗的清算 草芥朗假意认罪 却突然掏出匕首暗算 山姬早有准备 直接一刀截裹了他的性命 另一边 陈浩南当街和雷复轰飙车 并狠狠撞在了一起 两人大打出手 可雷复轰哪里是陈浩南的对手 被打得节节溃败 最后竟掏出了一把枪指着陈浩南 可陈浩南毕竟是老江湖了 这样的场面根本吓不到他 反而是雷复轰被他的气场震慑 久久不敢开枪 最后雷复轰背后的人派警察将两人团团围主 直到被押上警车 雷复轰才反应过来中了几 原来草芥一雄早就和新政府达成了一致 之前种种也不过是他设的一场局 雷复轰自以为找到了靠山 殊不知这靠山早就是草芥一雄安排好的 为的就是在他露出马脚后 将他一网打尽 至此古惑载六部完结 他们的故事也暂时告一段落 这个女人名叫十三妹 此时她刚入红星 就主动接下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她过人的这份胆识 也支撑她从一个极技无名的小妹 一路爬上了波兰街老大的位置 成为了望角街头的风云人物 十三妹是红星吹水达的女儿 吹水达爱当爱赌 胸无大志 就连十三妹的名字 也是她连赢十三把后随口给起的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 吹水达依然是帮派里不起眼的小人物 靠着溜须拍马 勉强混口饭吃 这天吹水达正陪着几个大哥打牌 十三妹就带着自己的好朋友阿润走了进来 阿润长得美貌 在场的男人眼都要看直了 十三妹让他们别打阿润主意 说罢便将几张六盒彩递给了吹水达 又从牌桌里拿走了一大把钱 去交夜校的学费 十三妹走后 牌桌上的男人半真半假的开起了玩笑 可吹水达就这么一个女儿 自然是不舍得 便随便扯了个话题糊弄过去 十三妹和阿润在夜校上课时 待课的十老师见阿润长得漂亮 就动起了歪心思 十三妹见他这样 便决定和阿润教训一下他 下课后 同学们都陆续地离开了教室 只有十三妹和阿润还没有走 见十老师上钩 十三妹便直接开门见山地谈起了生意 她谎称阿润是专门做这一行的小姐 要价五千约她去酒店 十老师色令制婚 直接掏出三千块钱订金 付给十三妹 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阿润直接带着十老师去了酒店 付完钱后 两人来到房间 阿润躲开他的触碰 让他先把剩下的两千块钱给他 等十老师给了钱 阿润又谎称去洗澡 躲进了卫生间 等带着十三妹的消息 阿润为了拖延时间 半推半哄地让十老师也进去洗洗 而他则在收到十三妹的消息后 偷偷开门溜了出去 正在洗漱的十老师丝毫没有察觉 打开门就看到两个警察站在门外 教训完是老师后 十三妹和阿润一起来到了江边的摔跤场 今晚的全赛我全压可乐 十三妹口中的可乐 是一个长相英俊的摔跤选手 实力十分强悍 再加上十三妹心意他 于是便将赚来的五千块钱 全都压到了他身上 而这种场合自然也少不了吹水打 这场可乐的对手是红星太宰 两人刚打上 十三妹旁边的男人就高喊打倒可乐 十三妹气不过直接给了他一拳 趁中场休息时 跑去给可乐加油 但可乐的目光却直接落在了阿润脸上 下半场两人打得更加激烈 可乐出拳迅速 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太宰只能被动格挡 最终被可乐一拳打到脑袋 晕倒在地 可乐赢了 十三妹比任何人都要开心 吹水达兴志勃勃地跑去拿钱 而十三妹则带着阿润去找可乐道贺 但可乐却依然越过十三妹 看向了阿润 十三妹让肥九给他们三个拍了合影 但肥九拍照技术太烂 照片全都模糊不清 但十三妹依旧爱不释手 十三妹是红星的 可乐是东星的 两大帮派虽是死对头 可丝毫不妨碍十三妹喜欢可乐 所谓人穷至短 十三妹跟着吹水打苦了十几年 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 却意外发了一笔横财 原来上次十三妹塞给吹水达的彩票 竟然中了六十万的彩头 吹水达一招得意 将中彩票的是传的人尽皆知 殊不知正是因为如此才飞来横货 道上的闲师听见这一消息 直接让手下连人带票一起绑了过来 吹水达没办法只能跪下来求他 却被闲师的手下好一顿毒打 十三妹回到家 但吹水达被对着他一言不发 十三妹察觉出不对 吹水达这才将彩票被抢走的事告诉了他 吹水达没全没事 只想稀释宁人 但十三妹哪里忍得下这口气 吹水达安慰他 以后中了彩票绝不声张 第二天 阿润逛街时碰见了贤师 贤师见色起义挑戏起了阿润 十三妹赶来看见这一幕 赶紧上前将阿润护在了身后 阿润心声一记 记不记得 我们怎么做到十老师的 在阿润的提议下 十三妹故技重施 开口就给贤师要八千块 贤师也是色迷心窍 当即就把钱给了十三妹 盯着那死丫头 被让他耍声哗药 贤师毕竟是道上混的 背地里还是留了一手 晚上阿润和贤师去了酒店 和十老师比起来 贤师显得格外难以对付 阿润好不容易才躲进了厕所 可另一边十三妹报警时 却被贤师的手下逮了个正着 阿润哭哭等不到十三妹的讯息 当下变觉不妙 于是打开窗户 直接跳了下去 十三妹被几个手下带回了酒店 气冲冲的贤师 直接打了他一巴掌 而另一边 阿润打电话给吹水达 告诉他十三妹被贤师抓了 处境十分危险 就女心切的吹水达 直接拿着一把刀赶了过去 而此时的十三妹 十根手指全都被打得血肉模糊 贤师威胁他叫阿润回来 不然还要折磨他 十三妹当然不会出卖阿润 贤师便让手下将他卖去做小姐 好在吹水达及时赶到 尖贤师还在起头上 吹水达只能假意责怪十三妹 可贤师并不买账 低脚踢到吹水达 对着妇女俩就是一阵羞辱 吹水达忍无可忍 一跃而起拿刀挟持了贤师 一时间众人全都不敢轻举妄动 正之间吹水达的刀掉在了地上 一时间形势逆转 故女俩再度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 十三妹只能看着吹水达 被他们活生生的达死 却什么也做不了 吹水达死后 十三妹心中只剩下了报仇这一件事 可她太弱小了 她提着砍刀走向正在喝酒的贤师 一击不中便被贤师的手下拦住 一顿拳打脚踢 贤师见她如此 便直接吩咐手下杀了她 可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却挡在了她的身前 原来这个女人多年前 曾救过贤师一命 看在其姐的份上 贤师便放过了十三妹 其姐带着十三妹 来到了一处昏暗的小巷 她说自己名叫刀八旗 以前是贤师老板的女人 混得很是风光 可后来她爱上了一个警察 还怀了她的孩子 可那警察和她只是玩玩 很快便一情别恋 刀八旗苦苦哀求 却被那警察一脚踢到肚子 当街流产 可即便是这样 刀八旗依旧不死心 蹲在警局外等着见她 却被她毫不留情地打伤 至此刀八旗才算是彻底绝望 十三妹养伤的这段日子里 贤师被人杀了 而杀她的人正是可乐 十三妹看到这一消息 心情十分复杂 她跑去港口和可乐道谢 但可乐却说自己杀贤师 侍奉老大之命 不是为了她 让她赶紧回去 不要耽误自己跑路 可十三妹说什么也要跟着她 这时贤师的手下突然出现 十三妹来不及细想 便飞身为她挡了一枪 可乐解决掉那人后 抱起了身受重伤的十三妹 带着她一起离开了码头 在可乐的照顾下 十三妹渐渐好了起来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密切了许多 可乐带着她和兄弟抱哥来到大陆 经营着一家修车行 在可乐的陪伴下 十三妹终于过上了 平静而温暖的生活 可乐没有回答 隔天却从车站里接来了阿润 阿润和十三久别重逢 十分开心 这段日子阿润一直在找她 如今总算见了面 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如今十三妹满心都是可乐 本以为可乐也对自己有些好感 只是不善表达 但自从阿润来了这里 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看着可乐载着阿润骑单车 十三妹心里酸涩不已 有天晚上阿润喝醉了酒 还轻易地搂着可乐离开 一夜未归 十三妹将阿润交到外面盘问 字里行间全都是怀疑和指责 阿润说什么他都不愿相信 气急了还把吹水打得死 也怪在了阿润头上 这话彻底伤透了阿润的心 于是他扔下十三妹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可等十三妹返回车行时 却发现车行被人砸了 可乐和豹哥也不知所踪 他们临走前 嘱咐豪哥告诉十三妹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就这样十三妹平静的生活 再次被打破 他和可乐阿润之间的关系 也出现了裂痕 回到香港后 无处可去的十三妹 投奔了刀八旗 看着熟悉的街道 十三妹任命了 他决定留在波兰街 我想过 要嘛就不回来 一回来就要出名 我想去找红星的大哥 而刀八旗则建议十三妹 去做情色生意 如果你有女人的信心 男人的魄力 你就一定会出头 说话间 刀八旗却突然在马路对面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人正是之前 抛弃他的警察战士 即便刀八旗戴着口罩 战士也一眼认出了他 他对着刀八旗羞辱了几句 然后一脚将他踹到扬肠而去 一旁的十三妹 赶紧上前扶起了刀八旗 这天红星召集各位兄弟开会 会还没开始 亮坤就让小弟来替他告假 说前几天 切芒果切破了手 流血布止去了医院 明知道今天有大事就不出现 他们那套我们早就知道了 原来今天要哥召集众人 是有一桩棘手的事需要处理 警察战士是扫黄区的头目 几个月以来 在旺角扫黄157次 平均每两天扫一次 可对家东兴的场子 却一点事也没有 事已至此只能派人做掉他 可战士毕竟是警察 一时间就没人敢站出来 要是没有人肯去做 我们就抽签来决定 可众人依旧互相推诿 十三妹见状便直接起身 接下了刺杀战士的任务 众人先是差异 后又十分赞同 由十三妹做这个出头鸟 正好省了他们的麻烦 要哥很欣赏十三妹的勇气 便在众人面前许下承诺 战士结婚那天 刀八旗手捧鲜花 出现在了婚礼现场 众人纷纷侧目 问战士是谁 战士本想发作 但碍于脸面不想在人前出丑 于是和刀八旗假意寒暄 可他刚刚接过捧花 刀八旗就抽出一把刀刺向了他 战士身受重伤 让手下全都去追刀八旗 可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却拿着枪对准了战士 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 手下带着刀八旗回来后 战士已经没有了呼吸 刀八旗俯身贴近 假意隐的战士手下开枪 殉情死在了他的身上 战士的死让十三妹顺利做到了 波兰界老大的位子 而上天也在这时 将阿润送回了他的身边 两人分开后 阿润跑去剧组做了演员 两人摒弃前嫌 像从前那样自在地相处着 他喜欢的是你 我有什么办法 可小妹却突然严肃了起来 说自己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十三妹 阿润突然的表白 让十三妹很是惊讶 也明白自己当年错怪了阿润 阿润还要回台北拍戏 今日一聚两人又要分开 只能互相助对方前途 刺紧后会有期 十三妹一回到堂口 就听说太子被人打了 十三妹问他是不是东兴的人做的 但太子却说那几人十分眼生 十三妹听见这话 当即便想到了可乐 于是在众人面前隐瞒了他的身份 可耀哥却在此时走进病房 还说已经让人查出了对方的身份 正是可乐和豹哥 十三妹心到不好 只能想办法尽力保全他们 于是他托本书 帮他约到了豹哥和可乐 本书本是吹水达的老大 从小看着十三妹长大 自然对他照顾有加 几人久别重逢 一起坐下喝酒 酒局上十三妹开门见山 我不希望东兴跟红兴有任何的摩擦 我们跟他收账 反而被他耍了 这样才叫醒他 原来可乐和豹哥 这些年在马来西亚的赌场卖命 前不久太子在他们那里输了三百万 仗着自己是红兴的人想赖账 可乐和豹哥这才出手打了他 本书明哲宝神 无意卷入争斗 还承诺说不会和十三妹争场子 可十三妹刚走 本书就说此时是攻打红兴的最佳时机 你答应过十三妹 东兴绝不会砸他的场子 你不知道有借刀杀人这一招吗 而另一边 十三妹和可乐一起散步回家 两人许久未见 聊起了这些年的经历 期间可乐还问起了阿润 虽然很诧异 但可乐还是上前抱住了他 而这个拥抱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激情 只剩下满满的情意 这天十三妹和韩冰一起去场子里视察生意 刚好看到电视上 正在播放阿润演的电视剧 十三妹正看着 韩冰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挡住了他的视线 十三妹想把他赶走 韩冰却突然从怀中掏出了一枚戒指 十三妹明白了他的意思 将戒指又还了回去 可韩冰怎么也不肯收 转身便跑了出去 想十三妹吗 而就在此时 十三妹突然接到消息 波兰街的场子有人闹事 于是他打电话给韩冰 要他叫兄弟去波兰街 可韩冰刚把兄弟们派出去 一群人就将他围了起来 而十三妹却在此时接到了鲍哥的电话 说可乐出事了 约他在码头见 十三妹开车去码头的路上 车上的平安符突然断了 十三妹心觉不妙 但还是赶去了码头 可此时可乐已经倒在地上 没有了呼吸 十三妹趴在可乐身上痛哭 鲍哥要他节哀顺便 还说此时是太子派人做的 可乐是被你干掉的 十三妹 你说什么呀 而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鲍哥 鲍哥见事情败露 直接掏枪对准了十三妹 不料话音刚落 韩冰却带着人出现在了这里 十三妹的手下 为十三妹拼死挡下一枪 鲍哥见打不过 转身就跑 可还没跑出两步 就被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太子上前将他压倒在地一顿暴揍 还是十三妹赶来制止了他 可鲍哥丝毫不知悔改 十三妹只能开枪了结了他 最后十三妹和韩冰成功的在一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